没想到在一夜之间,连抖音都在谈战争的正义性 白莲花说所有的支持战争的都是傻叉 丛林派说正义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黑丛林和白莲花的连种观念让人震惊 什么样的战争是正义的,这个问题真的有门槛 它是一个严密的思维体系 黑丛林的大炮射程理论和白莲花的支持战争的都是傻叉理论 当然都有问题 因为人类最精英的思想家早已对正义的战争理论做了深度而系统的思考 它是西方思想史的一脉流传 所以今天我们跑根温迪 跑一下西方思想史上战争正义性的根 在这里涉及三位大佬 奥古斯丁,阿奎纳,格劳修斯 第一个提出战争正义论的是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多重要五须多言 他是介于亚里士多德和阿奎纳之间最重要的大神 教父哲学的奠基人 这么大个的知识分子 他必须要为社会做出理论构建 奥古斯丁经历了永恒之城罗马的轮向后悲痛欲绝 伟大的罗马竟然被蛮族蹂躏之词 书可人,神自不可人,必须要收拾他们 但是作为知识分子,收拾人之前必须要找到一套理论 用这套理论为大罗马反击蛮族提供神学和哲学的支持 作为虔诚的信徒,奥古斯丁认为 神的正义性必须在人间得到执行 在奥古斯丁看来,抵抗入侵恢复不可侵犯的神的权利 这样的战争才是符合正义的 同时,奥古斯丁对战争的目的性做了限定 他认为,只有当战争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战争 维护秩序和和平,才能算一场正义的战争 奥古斯丁说,人们为了生存的战斗是合理的 尽管这种战争可能带来恶 但它是一种必要的恶 所谓教父哲学的大师 奥古斯丁开创了战争正义理论 他用基督教的观念推导出了战争正义性的条件 有着浓厚的神学背景 第二位是阿奎纳对战争正义理论的完善 作为经验哲学的代表 阿奎纳认为,正义分为自然正义和实在正义 自然正义是不需要被证明的 它是神赋予人间的普世道德律 而实在正义是根据自然正义推导出的契约和一系列的制度 是自然正义的延伸 阿奎纳认为 人间存在着两种法 一种是永恒之法 一种是人定之法 永恒之法是神的理性 永含着绝对真理 人定之法是人的理性 是永恒之法的延伸 所以阿奎纳说 一旦人定之法违背永恒之法 那么人类就可以不遵守人定之法的约束 因为它是无效的 阿奎纳提出了战争正义性的三大条件 第一 战争身份的问题 战争的发动者和执行者 必须有主权性质 它不能是私人打群架 第二 战争的前提 战争必须要有充分而必要的理由 第三 战争的目的性 它必须符合永恒之法 阿奎纳的永恒之法的理念 包含了自然法的思想 它指出了人类有反抗暴政的权利 这为后世自然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位 荷兰思想家格劳修斯 在奥古斯丁和阿奎纳的基础上 荷兰思想家格劳修斯 对正义战争理论提出了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 战争的目的必须符合自然法 就算是主权者发动的战争符合人定法 比如国会的法律程序等 但是如果不符合自然法 那也不是正义的 第二 不一定是受害国才可以发动战争 而是任何主权者都可以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而参与战争 去帮助那些受害国 格劳修斯的这个观点 成为当代西方军事同盟的理论基础 它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它让西方不同的政治实体被凝聚在一起 制造了一种集体性的安全网络 但是格劳修斯是思想家 他并不是个战争狂人 他虽然提倡任何主权者都可以参与战争 但是他对战争的目的做了严格的规定 那就是战争必须符合自然法 从奥古斯丁到阿奎纳再到格劳修斯 这三位思想大师都对正义战争理论 做出了严格的规定 那就是必须要符合自然法 那么问题来了 自然法到底是什么 翘黑板画重点 所谓的自然法 是指独立于各国的成文法之上的一种正义体系 它是一种普世的正义观念 比如天赋人权 人人平等 公平公正 不损害他人的生命 不抢夺他人的财产 不限制他人的自由 这些是全人类共有的观念 独立于任何政治实体和任何国家 他们的地位在成文法之上 西方思想家认为 自然法并不是某种政治观念的厂物 也不是某个成文法的厂物 它起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 源于人类的自发秩序 是人类文明演化的厂物 因为只有恪守自然法人类社会 才可以实现最高效的运行 才可以实现真正的善 比如说中国孔子的 极所不欲物施于人 就是自然法的思想 至此我们回顾了西方正义战争理论的发展 得出这些结论 是不是必须的 是不是为了捍卫生存 是不是为了抵抗入侵 是不是为了夺回天赋权力 是不是为了缔造和平 是不是符合自然法 你可以用这个理论去套所有的战争 自行判断它是否符合战争正义理论 战争正义理论其实是一种思想传承 不管是奥古斯丁 还是阿奎纳 还是格劳修斯 都把它构建在自然法之上 因为自然法是人类共同的价值体系 我可以用这种思想传承 我可以用这种思想传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